當然如果你這是短暫的幾個星期 那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時間久了幾年 甚至五到十年以上 如果你有慢性反覆的發炎疼痛 甚至是情緒的問題 尤其是憂鬱的部分 還是要及早的治療 否則時間一久 我們的大腦產生神經性的發炎 或者是一些神經性的質變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會進階的影響到 我們的專注記憶跟思考理解力 下一題這個我要幫Tinsa說 正在被公主病干擾的人 痛一下就痛 慢壓也痛 你待遇的樣子 就是這些慢性疼痛 原來跟腦衛有一點關係 是我們忽略的嗎 對 可是其實 大家也很會很難想像說 我身體周邊的疼痛 比如說我只是這個關節發炎疼痛 甚至是頭痛 那我真的這個東西 就會影響到我的大腦的功能嗎 那其實現在科學研究有發現 非常的清楚 說這是相關的 因為其實我們身體 各處甚至是周邊產生的 重複性反覆性的發炎跟疼痛 當然如果你就是短暫了幾個星期 那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時間久了幾年 甚至五到十年以上 譬如說你有反覆的偏頭痛的問題 可是你都沒有好好治療 那就發現說 不但是這個疼痛的問題 包括反覆的情緒問題 憂鬱 這種我們以為主觀性的感受 其實到最後都發現說 它確實是會造成 大腦有實質上的變化 就是所謂的神經性的質變 那所以其實我們一般都會建議說 如果你有慢性反覆的發炎疼痛 甚至是情緒的問題 尤其是憂鬱的部分 還是要及早的治療 否則時間一久 我們的大腦產生神經性的發炎 或者是一些神經性的質變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會進階的影響到 我們的專注記憶跟思考理解力 很多人痛苦他們唯一下醫次畢業生就是 哪一個止痛藥對他有用 他就吃那一顆 然後就喘息就吃那一顆 如果你一直依賴的 或者是只靠止痛藥的話 心經的身體不會有難受的影響 其實止痛藥不是不好的 其實一般的止痛藥 像我們仿線可以買到的 對於簡單的疼痛來說 真的是很好又安全的藥 但是問題就出在說 有時候我們的慢性的發炎跟疼痛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公主病纖維疾痛症 譬如說我們講的慢性的偏頭痛 甚至是有一些慢性 這個風濕性 或者是這個自體免疫型的關節發炎 這種反覆慢性的疼痛症 它就不太適合一直不斷的用止痛藥 因為到最後止痛藥會變成過量 甚至會上癮 那就有可能會想到身體了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都會建議譬如說像頭痛而言 如果你發現你有一半的時間以上 譬如說一個月有15天以上都在頭痛 那這個頭痛是止痛藥效果越來越差 你止痛藥的量越來越大 那這個時間已經超過兩三個月 它不是一個臨時的狀況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慢性的狀況了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要考慮 請求醫生醫護的幫忙 那就做一些些神經疼痛活性的調理等等 那這個時候我們治療的疼痛 就不是只有用疼痛的藥 那這樣的好處是 我們把疼痛及早的治療的時候 我們大腦的功能也能夠確保下來 包括要專注記憶跟思考力 嗯